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驱轴位置传感器A电路故障这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 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驱轴位置传感器CKP测量驱轴位置 并将此信息中寄到PCM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是车辆而定PCM使用此驱轴位置信息来正确计时火花 或者在某些系统上PCM仅用于失火检测并不控制火花证实 CKP传感器是固定的并且与连接到驱轴的磁组环或尺环协调工作 当磁组环在CKP传感器前面通过时 由CKP传感器产生的磁场将被中断并产生一个方波电压信号 PCM将其解释为驱轴位置 如果PCM检测到没有驱轴脉冲或输出电路上的脉冲出现问题 则P0335将置位 相关的驱轴位置传感器故障代码 P0336驱轴位置传感器A电路范围 性能P0337驱轴位置传感器A电路低输入 P0338驱轴位置传感器A电路高输入 P0339驱轴位置传感器A电路间歇性症状注意 如果驱轴传感器仅用于检测到失火并且没有火花证实 这随车辆而已 车辆应在Mail故障指示灯照明下启动和运行 同样某些车辆需要几个关键周期才能照亮Mail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直到一段时间后该问题足够频繁为止 才可能出现Mail照明 如果驱轴传感器同时用于失火检测和火花证实 则车辆可能会启动也可能不会启动 症状可能包括车辆可能无法启动 见上文车辆可能行驶不畅或失火Mail照明 原因原因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引起的 P0335检查发动机灯代码 CKP传感器连接器损坏磁组环损坏 缺少齿或由于剪切而无法转动 断开键槽传感器输出打开传感器输出短路到地面 传感器输出短路到电压 取柄传感器损坏同步带损坏PCM 失败可能的解决方案使用扫描工具 在发动机运转或取柄启动时 检查是否有RPM信号 如果没有RPM读数 则目视检查取柄传感器和连接器是否有任何损坏 必要时进行修理 如果没有可见的损坏 并且可以使用试拨器 则可以检查CKP5伏方拨图 如果没有 请从维修手册中获取取柄传感器的电阻读数 由于柄传感器种类繁多 因此无法将电阻读数正确的地方放在此处 然后通过断开传感器的连接 并测量传感器的电阻来检查CKP传感器的电阻 最好检查PCM连接器的电阻读数 从一开始就排除所有接线问题 但是这确实需要一些机械技能 如果您不熟悉汽车电器系统 则不应执行此操作 传感器是否在电阻规格范围内 如果不是 请更换CKP传感器 如果是这样 请重新检查从PCM连接器读取的电阻 读书还可以吗 如果没有 请修理或断开曲柄传感器的接线 然后重新检查 如果读数正常 则问题是间歇性的 或者PCM可能有故障 尝试重新连接并再次检查RPM信号 如果现在有RPM信号 请摆动测试线数以尝试引起故障 该代码与P0385基本相同 该代码P0335指的是曲轴渗透传感器A 而P0385指的是曲轴位置传感器B 其他曲柄传感器代码包括P0016 P0017 P0018 P0019 P0335 P0336 P0337 P0338 P0339 P0385 P0386 P0387 P0388和P0389 P034 P0389 P0338 PX P0329 P3 PT P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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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0 P05